欢迎来到21互联眼城教育网 本节课呢 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个字体特效的自作方法 就是这种金属字的自作方法 那么在本节课中呢 我们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呢 就是图成样式 猜分为图成之后呢 对图像的调整方法 我们以前呢 应用图成样式效果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呢 会叠加到图成下面 那么在本节课中呢 我们就把这些图成样式呢 猜分为当个图成 然后呢 对其进行调整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滤镜中图案生成器的应用 那么大家要牢记这一点 图案生成器的应用方法 那么一个 以上两个知识点呢 在本节课中呢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希望大家留心学习 下面呢 我就带领大家来自作这个金属字 首先 我们先键一个文件 点击文件菜单下面的 新建命令 然后呢 我们这个文件大小呢 设置为宽度是600像素 高度呢 是300像素 分辨率是72 颜色模式呢 是RGB 背景内容为白色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文字呢 制作出来 我们点中文字工具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打上英文字母 它的颜色呢 我们设置为一个 比较深的灰色 然后选择一个 比较适合的字体 非常硬一些的那种字体 选择好字体之后呢 我们来调节它的大小 在这里呢 我们设置为135号字 在这个文字 制作好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为这个文字层呢 来添加一个图成样式 首先我们添加的呢 是斜面和浮雕 这个图成样式 在这里呢 我们把方法呢 调节为雕刻清晰 旋度呢 设置为 100左右 130左右 大小呢 设置为24 软化呢 设置为0 然后呢 我们再来调节 它的阴影 在这里 光泽等高线呢 我们要改变一下 我们点 我们点击 这个面板 然后呢 我们选择 锥形 确定 然后高光模式呢 我们选择 绿色 然后呢 把它的透明度呢 稍稍降低一些 那么 这个斜面和浮雕的 涂成效果呢 调节好之后 我们按确定 我们回到 涂成面板中来 在这一刻 里面中 在这一刻 就能爱好之后 但是 我们在这一刻